我是陳大訪環中心 蔡元龍 那今天我來說明這個大朋友 幫他檢接基準值的訂定 那我因為我簡報的資料可能比較多 那因為有些也是蠻細的 那因為我之前有先問過那個 就是主辦單位他們是說 因為來參加的都是一些公所的同仁 那未來你們其實第一個會遭遇到的就是 可能要去寫疏散病難計畫 那要去做這個應變機制的 就是疏散病難計畫裡面 就會有一些警戒指或一些行動指的啟動 那所以可能等一下我就會花多一點點時間來講說 這個是會遇到的 那這個東西是怎麼來 跟過去吐司的東西是有點類似 但是其實因為發生的機制不太一樣 那我們花了一些時間 宣報局也花了一些時間去訂了這些機制 然後來跟大家說明 那所以說等一下如果有問題的話 就歡迎大家提問這樣 好 那今天報告大概分成這幾個 這幾個章節啦 那第一個就是大規格公開到底是什麼 那他有什麼特性會發生怎樣的事情 第二個 誰都會覺得其後變遷下大規格公開房間在計畫 內容有什麼 那過來就是今天我們剛才提到兩個重點 第一個影響範圍 到底誰會受到大規格公開的影響 要怎麼評估 第二個我們要做警戒 那警戒指到底現在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有一個是去年開始 剛才提到去年開始已經有發布了一些大規格公開的警戒 那我這裡有稍微做一些回顧來跟大家分享 那整個大規格公開的計畫其實啟動是從那個小明春 就是莫拉克2009年莫拉克災害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的災害一發生 那日本NHK的電視台就派員來採訪 然後來提出他們叫做深層的崩壞 用日文來日文的漢字寫深層的崩壞 那大家一定會很好奇為什麼他們馬上要來 其實日本在做這個所謂的深層崩壞的調查 是在2008年 他們國獨交通省就出了一本大規格公開的調查手冊 他們去找了一些開始要推動 結果2009年我們就發生這樣的災害 所以第一時間他們就組了一個大概二三十個的教授 全部都是政府部門跟學校老師來調查 來看看說他們的手冊到底有沒有用 那有沒有辦法真的用台灣的實際經驗來做 那也因為有了這麼一個經驗 所以他們在2011年的時候 他們有另外12號颱風發生很大的災害 其實他們的應變相對來說就是比較快的 那時候深層崩壞 那我們因為台灣沒有講崩壞 我們講崩塌 那我們那時候就直接用成崩塌 就把它改名叫深層崩塌 那這個名詞一出來 其實我想大家一定就會第一個時間阿師有多深 要多深 所以其實就各個不同領域的老師 或者專家學者就討論很多 到底要定到多深叫深層 或者到底什麼樣的災害 我們可以把它叫做深層崩塌 那大家都有大家的善的基準 善的想法 那所以到後來的時候 在NCDR造成很多會議的時候 那台灣我們就不要叫深層崩塌 我們把它叫做大規模崩塌 我們就叫大規模崩塌 那大規模崩塌要去它的定義 目前在台灣的定義有三個 第一個是面積大於10公頃 或者是深度大於10公尺 或者是崩塌體積大於10萬方 只要三個符合一個 我們在目前台灣 我們就會把它叫做大規模崩塌 那它有幾個特性 第一個 崩塌體積比較大 滑動力比較深 滑動的速度比較快 然後有可能影響到岩盤 然後地下水的影響比較大 那有一個很重要是會造成重大的災水 因為其實在台灣的調查裡面 我們的大規模它數量算是蠻多的 很效果的資料 那所以說要有災損的 我們才可能來處理會比較實際 好 那這個定義出來的時候 其實在這個是整理的日本之外 因為剛才講說最早來我們這裡講的是日本 所以它其實是用了一些所謂這些 這個表格是我們所謂波體上面材料運動的一個分類 我們可以用速度來分 可以用規模來分 那大致上來看 那我們在比較快的地方 比較陡的地方 運動比較快我們都叫崩壞 那深度不一樣 在日本就比較簡單 它就是表成的崩壞或深層的崩壞 那深層的在日本他們通常是指到有到岩盤 你有看到岩盤的崩塌的話 他們就會把這樣子做 那另外就是比較大規模比較慢的我們叫地滑 台灣我們會聽到地滑 那另外有常常可能大家會聽到 最近可能有聽到很多人會講clipping 會講淺變 就是我們的這些材料其實受重力影響 就是有慢慢的變形 所以規模從小到大從clipping 然後到崩塌 到大規模崩塌到地滑 那速度快慢我們就有這個分類 所以可以看到說如果是大規模崩塌的話 它其實有一個特性 量體上很接近地滑 那地滑的量體是比較大的 大家如果比較有影響我們會聽到陸山地滑 這個是大家可能比較有影響 所以你要想那個就是整個山在動 但是速度上像深層崩塌像小林村 它運動的時候在災害發生之前 你不太知道它會動 但是一旦它發生了它是一瞬間下來的 所以它有這樣的特性 那在機制上這裡有幾個動畫給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是如果是淺塵崩塌 它大概是下雨之後 上面這層土下來 我們就把它叫做表層的破壞 那如果像這個有到岩盤裡面水 升到岩盤裡面 然後這個深度比較大的 這就是深層的崩塌 那剛才講中間這個地滑 就是比較材料比較均實的 在移動的就是這個地滑 有大概這幾個分類 那它發生以後會怎麼是 會有怎樣的狀態 第一個我們可以看到它如果垮下雨的房子 在下面當然就直接蓋掉了 那第二個因為它發生通常在山區 那山區我們會有河流 所以它跟河流的交互作用就會衍生不同的災害 第一個像它如果下來 剛好光下來又下大雨的時候 坡度夠陡它就會直接變成土石流的方式落下來 那這樣的方式跟我們過去土石流有種不一樣 我們過去在評估土石流的時候 沒有考慮所謂的大規文崩塌 所以有可能我們評估的範圍小了一些 假如有大規文崩塌發生的時候 可能它的範圍要加大 第二個它崩下來如果阻斷的是組合道 那組合道後面會開始蓄水 蓄水之後就溃掉了 那這個影響範圍很大 那像小林村其實就是屬於這類的案子 那小林村的影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影響 就是有沒有看過相關資料 小林村的影響到多遠 小林村是從甲仙進去大概還要15公里 那它的影響它最後是潰壩的時候 水還驗出來的時候在騎山 到騎山當然已經大概3、40公里都還影響 這是潰壩的影響 那當然說那是不是崩塌這些影響 不是崩塌這些影響 但是它是衍生 所以因為它的量體太大 它就會有造成這麼多的影響 所以說我們才變成說需要去研究它 它看看到底會怎樣發生 那這個案例到底多還是不多 那這是我之前初步整理的一些案例 就剛才講的面積大於10公頃 深度大於10公尺 或者體積大於10萬房 選的一些案例 然後可能也比較陸名 而且有自災的 那我們這裡就挑了一些 那可以看到發生原因 這裡像國道3號我們把它放進來 國道3號是一些地下水、順向坡的 一些造成的 那我們也把九份二商朝臉放進來 它是地震造成的 所以其實也不只說只有下大於10公尺會發生 它其實地震 或者是我們材料本身落化了 然後受到一些影響 外地的影響它就會發生 所以說這個是滿多的 那過去可能我們比較沒有特別的 來針對說這個叫大富翁崩塌 但是現在採訪法既然過了 我們可能就要開始重視這個問題 那水保局在這個條件 就是他提了一個 在那時候是提出來 然後給農委會交友國發會去通過的時候 叫氣候併天下的大富翁崩塌氣候 那這個就是希望說不要再有 像小林村這樣的災害發生 所以要去做調查 看看哪邊會有這樣的發生 那到底要怎麼調查 其實像剛才講 其實我剛才講 在莫拉克颱風之前日本人就已經在做相關研究 所以其實大富翁崩它這些大量體的運動 是有方法調查的 那這個在教科書我們就會常常看到 如果有一塊材料在運動的話 它上面會開始裂 然後材料會開始有一些石鉤 那下面會融起來 會有這些條件 那我們如果到了一些比較活躍的地方 我們在現場就可以看到這麼多的徵兆 我們會看到地表有力 如果我們有購招物擋土牆的話也會被推開 有電線桿的話會看到歪形 這些都是徵兆 但是那為什麼我們過去都看不到 我們通常就是如果有發生徵兆 我們才去做調查 那我們能不能事先去做調查 那有看了這一張圖 我們從這張圖來看的話 這麼多徵兆我們現場到底看不看得到 那比較可惜在台灣的條件下 我們是不容易看到這些 為什麼 這是我們傳統在使用判斥的航照資料 這是一個航照的資料 那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講 可以看到開裂 可以看到變形 可以看到隆形 但是事實上在台灣的山裡面我們根本看不到 因為我們的山裡面都是水 我們這個航照看出來就是這樣 除非它破壞了 除非它滑動了 我們可以看到 那剛才講那還沒有的怎麼辦 事實上透過這樣的方式是不容易看的 那當然有一些分析方法 但相對來說它就是需要一些經驗 不是那麼容易 那後來地質調查所就開始引進這個空仔雷射測距的概念 大家可以想像它其實就是把我們所謂的雷射測距放在飛機上 所以它可以很大範圍的去掃 而且雷射測距少的密度很高 當它打下來的時候 它可以打到地表 可以打到樹葉 可以打到樹幹 有各種不同的反射 它就可以去把我們剛才講的哪邊是地表哪邊是植物 或者哪邊是建築物 它可以把它分出來 那這個做出來的資料就大概會像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一個 這個做出來的就是像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我們剛才在那個航照上面 其實看不到這些道路 看不到這些石鉤 因為都是樹 我們都看不到 但是當我們把這些紙幣都剝掉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些很明顯的這些徵兆 那如果是已經崩塌了 那當然可以看到更清楚的資訊 那透過這樣的資料 地表手就開始做調查 它怎麼調查 它就是剛才我們的圖上有看到有沒有半部有裂隙 有沒有隆起 有沒有一些石鉤發育 去把這些地方找出來 那用這樣的方式 那這個是一個案例 在台東的鹽品1002 那可以看到它這樣去找 它找出來把這個範圍畫出來 那這裡要給大家看的是那時候 那一打在掃的時候它同時有拍航拍 那同時有找給大家可以看到這是同一起的資料 我們的地形資料跟我們的航拍資料 那去找出來 那其實找出來說 那個時候我自己有跟林慶偉老師開玩笑的 老師你畫那麼多 到底準還是不準 那時候也是開玩笑 因為數量真的蠻多的 那這個案例後來在天兔台風的時候 它這樣就垮下來 那時候其實從莫拉克後 其實連續幾年 我們都沒有遇到 除了那個山區沒有比較大的降雨 所以其實大家對這個方法也是有點疑惑 那那時候找出來之後 沒確定說 確實是找得到了 那只是問題就是 那找到之後我們該怎麼辦 那不過地調所 水保局 林務局透過這樣的方法 在台灣總共找了9,848個大貴公拉 那就像我剛才講的 數量很多 那怎麼辦 那我們剛才也提到說 要有發生災害的話 我們再來處理 那所以水保局目前就用這幾年的時間 開始來做這個氣候變遷下的大貴公拉房錢 在計劃 那因為計劃那樣比較多 我今天沒有特別講 但是我等一下會講說 整個計劃大致上是要做什麼 那從9,848個裡面 第一個 我們有沒有保險對象 我們有沒有需要保護的 有沒有我們的重要設施 我們的民眾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道路等等在裡面 我們把它篩選出來 然後篩選出來是我們要去做執行的 那目前有269處 那這個其實也不只水保局列的 也有林務局 林務局其實我們山裡面大部分是林務局的 所以林務局總共有269處 然後再把這些依照風險分級的結果 來選了98處優先辦理區 到目前是98處 那這個是會陸續的更新的 那98處完之後 我們再會來做警戒的發布區 所以有這麼一個程序 我們會有計劃的執行範圍 會有優先辦理區 會有警戒的發布區 那剛才講風險分級 風險分級其實考量的就是說這個公開到底會不會動 在這裡我應該沒有放到這樣 其實在剛才提到日本有這個調查的方法 日本的調查方法他們其實會依地質的年份先去做分類 慢慢的分哪些是比較年輕的材料才會發生這樣的運動 然後把那個方法掏到台灣之後第一件事情就卡關了 我們台灣的地質年份全部是新的 日本的國土比我們大 所以他們可以去分區 在台灣沒有辦法 我們全部屬於同一區 所以那時候會用LIDAR的原因也是這樣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像他們有那麼大的範圍來做 所以我們就變來 然後分完之後 我們這個POMIN到底它的運動到底是怎樣 我們這裡有一些方法 第一個是它到底它的地形符不符合 我們台灣有那麼多案例 從這些案例我們就可以找到說 哪些符合哪些條件它是容易發生的 我們這個把它叫發生度 第二個保全度 我們影響的人多的我們就是保全度 第三個因為崩塌的運動有點不一樣 跟土石流不一樣 土石流是要有水的混合 剛才講到崩塌的運動的話 不好意思 崩塌運動的話它其實是避震也會影響 重力的作用也會影響 所以我們這裡水保局 跟幾個老師提了一個叫做活動性 這幾年 這十年 這二十年有在動的我們再來關注 那有些可能是很長一段時間沒有在動的 那有這三個指標 所以我們用這些指標就可以來選 目前有98處 然後會做警戒發布區 那這些到底要做哪些工作 我剛才講因為計畫其實內容很多 那這裡是一個比較大的流程 最前面我們去風險辨識 我們去把可能的地方找出來 第二個我們去做風險的分析跟分析 發生度 保全度跟活動度 我們把這個優先順序跑出來 保全比較多的我們先做 明顯在活動的我們先做 那其他的我們就陸續的來 用過比較簡單的方法來做 那這些已經出來的優先 屬於優先順序的 我們會有硬體的處理或軟體的處理 會有這樣的做法 那透過監測的手段 我們有各式各樣監測的手段 來做這個滾動檢討 那今天我要講的就是第一個 保全對象到底是誰? 大部分的影響是誰? 第二個 我們如果要做防災的應變 要去做舒散撤離的話 我們的警戒值是什麼? 等一下我會從這兩個來講 那整個大的架構其實從 如果大家要問說 那個計畫到底在做什麼? 其實很簡單 我們去做風險分析之後 從風險高到低 我們依序去處置 那當然很急迫需要的 我們就會做工程 那如果說工程的量體沒辦法那麼快改善了 我們就做防災 做避難 好 那第一個就是要做影響範圍 那從剛才的資料就是其實有講 大共工它其實要發生 它發生以後會有三種類型 第一個 它直接蓋到坡角的人 這個叫直接影響 第二個 它進到比較陡的河道 不好意思 進到比較陡的河道 它變成有足夠的坡度 它就會用土石油的方式流出 第三個 它進到河道 然後阻斷了 變成面色湖 大致上會有這三類 那當然會有說讓你下來都沒有影響 那當然如果都沒有影響的話 我們就不去做這個防災的考量了 那這個作業流程目前在水保局的 就在這個土地下已經有一個叫作業的流程了 那這個是目前這個作業流程 在水保局的官網也有 那如果說要看資料的話比較細密可以看 那其實很簡單 我們大致上就會有這些流程 那跟土石流的那個畫設其實流程差異不大 只是土石流現在的畫設是比較多行政的 那這個跟這個手冊比較類似的應該是土石流的 有一個叫現地調查手冊 那我們會有這樣的一個流程 那我們會去把每個顯示區的資料找出來 去判斷它是什麼類型 再來畫影響範圍 然後再來做這些疏散避難的整備 那這個是一個總論 那這個可能也要跟大家特別強調的 可能有時候大家都會覺得說那畫的範圍到底 為什麼會畫那麼大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幫它範圍比較大 那這個手冊是說是基於方債考量的 所以我們畫設是以最大可能的影響範圍 然後是用比較保守的經驗室來做推估的 這個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手冊這個在執行上是有這麼一個前提在的 那這個當然也會說這個只是書上避難使用的 所以它不涉及土地開發、土地管理的這些是沒有的 跟我們土石流的影響範圍一樣 我們是告訴大家說這裡有這麼一個災害的顯示 但是沒有涉及一些相關的管制 除非說發警戒的時候我們要離開這樣子而已 好 那這個定義的部分我想剛才應該有 大規格崩塌就是崩塌面積大於10公頃 那體積超過10萬方 深度超過10公尺的 這要符合一個 那這裡剛才在講說地調所的調查結果 因為我們是用圖面去調查 所以地調所的調查結果 大部分是以崩塌面積為條件而已 因為它還沒有崩溫 不知道它到底有沒有超過10萬方 我也不知道深度有沒有超過10公尺 所以地調所你可以看到 那麼多的其實都是用面積來看的 那顯示區就是我們如果有這個地形的範圍 我們就把它叫做顯示區 那影響範圍是指說它發生之後 可能堆積的範圍加上顯示區本身 這個就是我們的影響範圍 那裡面如果會遇到的人員、建物、交通設施、公共建設等 我們都是做保全對象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方式去把每一個區域 可能受影響的找出來 那這個有作業方法 有作業方法我想這個我就要顧好 那這個是一些基本的資料 那我們就像我們這樣 這個是紅色的方法是顯示區域 我們會去把它的地形 那一些它的發生機制找出來之後 我們就會來判斷 那這個是我們的判斷流程 那其實這個流程跟我剛才講的很類似 第一個 我們的土地到底有沒有進河道 如果沒有進河道的我們就是畫中立形 那如果說會進河道的 我們要看河道抖還是不抖 如果河道比較抖的 它會發生土石流的 我們就會畫土石流形 如果河道沒有那麼抖 那它會阻斷形成驗色弧的 我們就會畫驗色弧形 那剛才有講到它如果沒有辦法阻斷 或者是它根本就沒有什麼影響的 我們就不會去畫影響範圍 有這麼一個流程 那第一 我就會遇到問題 我們剛才講我們只知道面積 那到底體積有多少我們不知道 那不過這個我們的崩塌其實是有一些關係式的 這有收集了各個專家學者 國內、國外的 其實崩塌面積越大 它的深度量也可能就會越大 所以有這麼一個關係式 所以當我們知道面積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概括抓一個體積 第二個 崩塌到底會跑多遠 它發生了 它會跑多遠 那這個一樣是用一些 找了一些相關的文獻 它從崩塌發生後到它停下來的 我們這個叫做一個叫做 我們這個角度我們叫做等價抹茶獎 就是來評估說這個崩塌到底跑多遠 那可以想像其實體積越大它就會跑越遠 這個跟我們的運動一樣 你要讓它停下來不容易 所以它會跑比較遠 所以面積越大的體積就會越大 體積越大它就會跑越遠 那除非什麼 除非遇到河道把它關起來 所以我們用這樣的兩個因子 我們就可以來做說來判斷剛才講的 它到底是會進河道了 還是只是在平地上堆積 就只有這麼比較一個簡單的觀念 就來看看 那這是一個案例 假如說我們潛世區這樣子的話 那我們可以去計算出它的那個移動距離 從剛才講的我們可以看它的移動距離 那移動距離的話我們可以看說 那一假如它可以跑1000多公尺 那當它發生以後就遇到河道了 那我們就知道說那這些材料都會進到河道 所以我們就會往圖石流行或往顏色無形去考量 就是用這樣的 那剛才有提到說那坡度 它主流的坡度是比較緩的 那大概這個就形成硬色無形 那這是有一些相關的公式 那這個細節在目前水保區的網站上面有 那我們就會來畫說如果是重力堆積型的 我們要畫的是堆積的長度 還有堆積的寬度 那使用了哪些公式 那如果是土石流型的 我們的範圍要畫多大 我們過去土石流是一樣用體積去畫了一個畫色的面積 那這個相關的公式在這個簡報裡面有 那水保區的網站上面有 那如果是驗色弧形的比較複雜一些些 驗色弧形的第一個要怎麼阻斷 然後它要土體要比水還要倒 不然它一定被沖掉它就不會形成 那有一些相關的公式來做 那這些其實這個就是給大家知道說 那我們到底是怎麼畫的 那事實上當大家拿到資料的時候 都已經是畫完了成果 所以在水保局這邊已經都畫完了成果 然後透過準備系統或者是透過一些資料公開的方式 大家可以看到那個結果 那些結果背後有這麼多的分析的方法 那當然像那個也有一些額外易流等等的 這些都是一些判定的方式 那這個就是大家拿到結果的時候就來看看 那我們目前所有的結果也會經過審查 然後來經過這個面修才可以看 那這個當然也不是說室內作業而已 其實我們也到現場 需要都要到現場去做看看說 我們的這些調查的結果能不能用 那符不符合 那順便我們也去現場看看說 有沒有疏散病難的需求 或者是有些困難的地方 其實現在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我們很多疏散病難的地點 可能是在大不了碰它的範圍 那因為過去我們沒有這樣的資訊 我們過去沒有這麼的資訊 所以現在我想如果是在第一線的同仁 應該會遇到第一件事情 就是水報局這邊有人告訴你說 你們的疏散病難處所被大不了碰它影響而要換 這個是我想是最近開始就會遇到的 那這個是案例 就像剛才的案例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畫出這個影響範圍 那到時候像今年1月資料公開的時候 去年資料公開的時候 大家應該就會看到類似這麼一張圖 那這個是我們也會提供給大家 就是說有這麼一個結果之後 對於大家在第一線 疏散病難工作的時候需要做哪些事情 我們也去整理了 那它到底保全有多少 那它疏散病難路線等等 這些資料我們都有 那另外這個是一個秀了的案例 就給大家看說我們為什麼要用最大的考 這個是在新竹的那個秀卵 那它去年的時候也是有開始有滑動 那大家可以看這個水泥塊 有裂開的樣子然後掉下來 那依照我們的分析結果 其實它是會形成驗射的一個範圍 只是我們考量的面積比較大 那實際發生的這是實際發生的 紅線是我們考量的 就是我們在影響範圍發射的面積 那這個是實際落差的面積 那其實我自己是 那當然大家會說 那居落到底有沒有受影響 事實上它這邊的居落沒有被直接買掉 但是因為蓄水的關係它也有淹水 所以這個是我們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目前初步水保局現在先做 先把最大範圍畫出來 那當然有細部的資料 我們有更多的調查資料 我們就可以逐步來做這個修整 那這是影響範圍的部分 那過來警戒與量 那警戒與量在訂定的時候 其實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困難的工作 那這個是我去收集的一些資料 那其實這個是說我們如果是正常的一座山 其實我們只要在地球上 我們就會受重力的一直拉扯 受重力的拉扯之下 我們的後面就會開始產生一些變形 那這個我們用LIDAR資料看得到 我們剛才講說LIDAR 我們不是要去看電器嗎? 我們要去看石溝的發育等等 這些是我們看得到的 但是它遇到一些事件的 隨著實現的變化 它裡面可能就會有破壞面發生 或者是破壞它已經發生了一點點的崩塌 不好意思 它就會產生這樣的破壞 那這些破壞到底 當我們看到那麼多地表承照的時候 它是會局部的破壞還是一次性的破壞 其實我們就不知道 我們都不知道 在它發生之前我們都不知道 但是我們知道它只要遇到事件的時候 強度就會慢慢地解讀 它就會慢慢地發生破壞 有這麼一個的過程 那這個過程我們怎麼去推估 在力學上我們可以去用一些方法去評估 這個過程其實我們常常用的 在工程上我們常常會用安全係數的觀念 或者是我們叫做這個變形量的觀念來說 當一個材料開始在變形的時候 它只要變形量越來越大 它就是要開始接近破壞 我們用這樣的觀念來做 那剛才講地震好雨我們是把它當作一個事件 我們可以來做這個事件 這個到底有沒有要啟動這次的變化 那等到它啟動之後我們來做這個變形的觀測 我們就可以來做它到底要不要破壞 所以我們的警戒詞就是講說 我們大規模風它的發生有兩個 第一個 突然崩下來 突然下大雨它就壞了 第二個 它有驅動了之後 它慢慢地再加速再破壞 那對於防災來說的話其實就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我們關心的到底是哪一個階段 因為在台灣我們常遇到地震多 下雨也多 所以我們這裡把它做一個分類 我們用雨量或地震來做事件發生的探訪 如果有下大雨我們就要注意 因為現在既然有資料 我們過去可能是我們不知道到底哪邊會發生 現在我們知道哪邊會發生 下大雨我們就可以注意 那這些容易已經有在活動的地方 我們就可以去裝一些觀測設備來看看說 它的變形程度有多少 有沒有持續的變化 這個是我們目前水保局在推的大架構下面 就把它分成這兩個 一個是啟動的觀測 一個是變形的觀測 那我們在颱風毫雨應變的時候 我們是把它定義為啟動的應變 那我們這裡有收集了很多的觀測資料 那包含像要變形要去量 大家可能會常聽到聲張劑 請協議等等 各式各樣的或者GPS 但事實上它有蠻多的優缺點 所以我們那時候也是做了很多的討論跟評估 那雨量相對來說是比較容易安裝的 像剛才氣象局的計程有報告 其實台灣現在雨量占已經有600多個 甚至到800多個 有些是沒有上限而已 所以這些相對來說我們比較容易判斷 那現場監測的設備 目前水保局陸續的 就是針對剛才講的 要做到緊接發布區域的部分 就陸續的有投入設備來做 那這個當我們觀測多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來做這個分析 那我們這裡就會遇到問題 那我們到底要來 剛才講我們希望是做比較超級的問題 就評估 所以我們用啟動的 來當我們應變的標準 就是有下大雨的時候或有地震的時候 我們來啟動應變 那地震的話 有地震的預報 那雨量的 到底雨量要下多少 因為像剛才也講了 雨量下下來到底要下多少 我們也不曉得 那我們這裡要怎麼來定雨量警戒值 那過去在電影要雨量警戒值有這些方法 統計的 觀測的 解析的 統計的時候我去收集很多資料來做 觀測的是 反正我就一直看 看到他警戒 譬如說我看這個崩塌 他下了600 他崩下來 周圍以後只要下600 我就有說 那就要做警戒 或者是我用數值算 有這麼多的方法 那事實上在操作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以統計的方法來做比較快 因為他是比較使用簡單方便的 不過他需要比較區域性的資料 那觀測法很準啊 但是你能跟他賭嗎? 賭說我看到那個山已經快掉下來了 我才發警戒 這是比較不可能的做法 所以說我們目前等一下我來介紹 這個統計法怎麼做 那統計法因為我們要做大部分崩塌 那這個大部分崩塌的事件 剛才說多啦 台灣算多 但是你真的能知道他發生的時間的地點 的案例沒那麼多 那過去在幾個老師有用地震訊號的分析 或者是一些災害調查 我們總共找了259筆發生大部分崩塌的案例 那這259筆裡面有些是我可以很明確知道 它是幾點幾分發生的 有些我只能知道說 它是那一場雨的時候發生的 那有些是所謂的新增的案例 像小林村這個我們就把它設定為新增的案例 事件發生前它沒有崩塌的 沒有真的滑動的徵兆 你說有些變形有 但是沒有一次下來 那有些是像上品這個是 原本就已經崩了它在擴大 我們有這麼多案例 那事實上我們真的如果是新增的案例 我們只有28筆可以用 知道發生時間的 那如果是說知道發生事件的 我們有79筆可以用 那去蒐集了這些 我們就用一個比較簡單的 就是剛才講的 我們要去評估這個 我們是用安全係數的觀念 那安全係數其實就很簡單 只是驅動力跟摩擦力的比較而已 那從這個係數從這個關係裡面 我們去找了一些係數出來 就是它跟下雨的 地下水的深度有關 跟崩塌的深度有關 跟它的坡度有關 那我們來做這個分析 但是就會遇到另外一個問題 地下水的深度我也不知道 地下水深度 所以這裡我們改用雨量來代替說 我們假設 那它到底要累積多少 雨量來做分析 我們就設了兩個指標 第一個是叫無音式的雨量 就是R除以B 我們知道雨量 我們知道深度 我們來做一個指標 那這個雨量到底要點多少? 剛才講我們有兩種案例 一個是我知道它幾點幾分發生的 我就可以知道它的發生時間 一個是我只知道說它是哪一個事件發生的 那我只能知道事件的雨量 那理論上事件的雨量應該要大過那個發生的雨量 因為發生時間是比較早 那事件雨量會比較大 所以我們把剛才講的所有的案例 我們去做分析 然後去點了這張圖出來 那點了這張圖出來之後我們就發現 我們好像可以畫一條臨界線 只要超過這條線崩塌好像就要發生 就是我們去做了這麼一個分析出來 那見了這個大塊崩塌的臨界雨量線 然後就可以知道說假如我們知道崩塌的面積 我們就可以知道體積 我們知道體積 我們就可以知道深度 我們知道它的坡度 我們就可以把它帶進來算 那算出來之後怎麼辦 那這個叫做臨界的雨量 就像我剛才講的 我們算出來是臨界的雨量 那我們今天來做仿災 我們不是要去賭它會不會發生 我們是要去避免說它發生以後的災害 所以我們不能用臨界雨量來當作我們的啟動詞 我們不能用臨界雨量來當作我們的啟動詞 所以我們這裡是去做了一個警戒雨量 那警戒雨量是用來評估說我們要去做防災 我們需要做怎樣的準備 那有可能我們需要去做路比較遙遠 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考量人比較多 所以當我們警戒時定的高的時候準備時間短 那防災就不容易啟動 但是如果定的低的時候就容易發布這個警報 那可能民眾的接受度就會下降 那這個到底怎麼辦 那這個是我們目前先初故地做出來 那我們先用疏散避難的準備考量的時間 我們用一個六小時 我們把警戒雨量轉換為 不好意思 把臨界雨量轉換為警戒雨量 我們考慮了疏散避難的操作 也就是說當我們發布這個疏散避難的通知的時候 發布這個警戒的時候可能還有一段時間 你們就可以來做這個疏散避難操作 所以我們把雨量指定出來 那目前水保姐剛才提到的 我們優先辦理區用我們公告的警戒指 大概是有這個樣子 這個是我們警戒雨量的部分 那時候訂出來之後要來做操作的時候 就遇到一件非常能定中的事情 我們目前是用土石流的警戒在發布 我們目前坡地上都是用土石流的警戒在發布 那我們現在訂了一個叫大規文公他的警戒 那操作上怎麼辦 操作上的時候我們就會發現說 我們去做了很多訪談去問了村長 說那怎麼假如我先發土石流的警戒 再發大規文公他警戒 怎麼 你們有辦法接受嗎 有些村長說你想太多 你土石流的警戒的時候我所有人都走了 你發大規文公他警戒要幹嘛 有些村長很支持他說很好啊 土石流的警戒的時候我跟村民講他們都不走 那你後來又有一個大規文公他警戒 讓他更知道說好像有事情要發生了 他們比較容易接受 所以說我們第一件事情我們來看看說 那土石流警戒跟大規文公他警戒會差多少 我們剛才有講過我有算了一些警戒史出來的 那我們從這個來做 過去收集了一些歷史資料來做 紅色的是過去十年土石流發布的次數 藍色的是我用警戒語量來看看大規文公他發生的次數 發布的次數 那可以看到落差很大 如果是土石流的話大概平均每年會兩次到三次 但是如果大規文公他的話大概兩三年才會一次 這個是在我們如果定了警戒史去分析出來的 那這樣子在操作上確實就會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所以說我們再從一些去分析 那第一個是分析說剛才講土石流跟大規文公他 是兩個不一樣的即時 那他到底有沒有重疊 我們現在的警戒發布是以村裡為單位 所以我們去做一個空間的套點 保全對象有沒有重疊是我們第一個 如果說跟土石流的保全對象有重疊的 其實很簡單 那表示他以前超過土石 有超過 操作過土石流的疏散避難 他對於大規文公他的疏散避難接受度可能相對來說比較高 我們初步這樣想 第二個 過去他的保全對象是沒有重疊的 他可能不是在土石流裡面或者 不好意思 或者是他的村裡裡面甚至沒有土石的前世系流 所以我們現在跟他說要發展界 可能我們初步來講 民眾的反應的接受程度是比較低的 這是我們初步 那有了這兩個分類之後 我們也去做訪談 剛才有講我們去年 這個應該是前年的開始 做了很多訪談各個地方 甚至去問他們到底實際在執行的時候怎麼做 那提了一些問題來 第一類型跟土石流一起的 其實比較大 大家考慮了之後說收容能力可能會很夠 因為原本可能土石流大概十來部 加了大規文公他的時候多了二十部變三十部 那既有的收容能量夠不夠 這是最大的問題 那第二個類型 民眾都不知道 民眾如果過去用門再幾階 那好像不敢往事 那所以說這個我們去訪談出來這些 所以水保局也因為這樣子 就開始針對大規文公他 那我想大家應該有 因為如果是工作的懲罰局 陸續有頻道 今年已經有開始做大規文公他的兵推等等的演練 就希望讓大家更了解這些事情 所以說我們把它規劃出來 就是我們把它分兩類 第一類我們延續濟油土石流 因為它跟土石流是重複的 只是它需要去更新它的範圍 更新它的疏殘病案的流程 那跟土石流來做 那第二類它要增加警戒區 然後來研引新的疏殘病案作業 那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把它分成一類二類 那去年在操作水保局 在去年初的時候公佈的12處是一類 它跟土石流是重疊的 那在今年初的時候公佈的22區是二類 它沒有跟土石流重疊的 那我們就這樣子玩 就是這樣討論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一類 那跟土石流的警戒區用同樣的 因為土石流說它們就會跑了 那二類它要用自己的警戒區 那當然所以說我們把這些警戒區分析出來 左邊的這邊是一類的 那可以看到它的警戒區都跟土石流去做了調整 右邊的這些是二類的 那它警戒區是比較高一些些的 我們現在土石流大概從250到600 那如果是二類的話大概會從600到900 有這麼一個落差 那實際上操作怎麼樣 去年剛好去年在發佈 去年規劃要發佈 那也剛好去年蠻多事件的 去年總共有六場事件 那總共第一型12個區域都發佈了這個紅黃警戒 那在來義是全台灣第一次發大陸公開警戒的在來義 不過那時候0621號也是這種發到黃色警戒 那可以看到陸續的話 其實都有這些警戒的發布 那這裡打一個新號是台東那時候是做那個預防系的疏散 那大家可能會有看到新聞說他們那時候是有一個預防系的疏散 那其他的其實都有照這個去做 那這是一類的 那其實剛才像剛才講 其實大家對一類的熟悉度比較足 可能比較不會擔心 那二類呢?去年今年才會開始發佈二類 如果今年現在熏期已經開始了 就可能今年大家就會看到二類 那去年的時候我們先試作 先試作看看到底誰會發到二類的情形是怎樣的 那一樣其實去年因為余生的效能不少 所以包含了那個萬三、萊一、然後台中的應該是 就是每一個初期還是那 就是都有發到甚至有發到紅色的 那萬三跟萊一這次不用講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莫拉特宗宅區 其實有發這個警戒對他們來說 他們本來就是會去做這個調整 那這個是去年的 所以也是會有發布這樣的情形 那我們再去 那我們這樣評估起來 其實在那個…還有時間嗎? 好 那這樣子其實我們評估完的時候 我直接把它寫到結論區了 好 那就是去年評估完的時候 其實在一類的時候 十二處的顯示在警戒發布的時候 都有比較好的執行成果 這是符合我們預期的 但是在二類的時候 其實我們去年就發現了一件比較嚴重的問題 潛市區受到蘇山避難的影響的時候 就我們剛才講二類的警戒雨量會高一些些 那高一些些的時候 等到我們發警戒的時候 有可能路已經動掉了 他要離開的路可能已經受到影響了 這是我們去年在評估出來的時候發現有這麼險 那所以如果是公所在寫蘇山避難計畫的時候 希望我們針對這個地方可以有一些預先的作為 因為水保局現在我們的警戒定的是針對崩塌而成的 那如果是這個區域裡面的蘇山避難計畫 我想公所是更熟悉的 這個可以來做 那這個是我們在警戒部分的 那整個計畫來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個計畫提出了影響範圍劃設 發生雨量的評估 基準值的定定跟蘇山避難計畫的嚴重 都是屬於我們在整個大計畫裡面的風險的避免 我們去避免這個風險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去阻止崩塌的發生 但是我們可以讓人離開危險的地方 透過這樣的方式 然後颱風浩宇的管制可以遠離可能災害 那這個是這樣的工作 那過來是在去年我想大家如果有比較關心的 其實就像我剛剛有提到有一個秀卵的案例 還有在桃園有一個光滑的案例 那這些案例它是屬於慢慢的在移動的 那這些警戒詞的部分 其實目前崔寶局這邊也有相關的計畫在推動 來評估看看說我們這些到底 我們現在的這些做法跟不論是警戒詞也好 或影響範圍也好 對這些案例裡面這些適用性 我們希望透過滾動檢討的方式來做 因為畢竟大規模它只是剛起步 那所以說我們在這些設定上的話 是採比較保守的方式 所以剛才在警戒範圍那邊有提到 我們目前是採比較保守的方式 我們是用範圍是用最大可能的 那警戒詞是用相對來說 一個比較保守的方式來處理 那這個是我們未來如果說在持續進行的話 那我們希望所有人來做調整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謝謝 謝謝